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去看《海王失落的王国》 就是新上了这一个《海王》的电影 我们订的电影票是7点40 现在是5点45 我们现在吃一点东西之后 现在就马上就出发了 我对《海王》也是非常的期待 它的特效 虽然我们不一定能看上3D 但是我们就是看一下 因为我感觉《海王2》应该不会难看 我还挺期待的对这部电影 今天是2024年1月3号星期三 今天是上学的前一周 下周就开学了 所以最后4天我们要再多休息就行 好 那我们准备出发吧 OK 我们现在吃一点东西 我们烤的这个肠和这个肉 再弄点白菜 一夹就不错 我们吃完东西之后就马上就出发了 因为现在赶紧出发了 6点了 OK 我们现在在这个车站等车了 现在圣诞节刚过 所以他街道上还会有很多那种彩灯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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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红彩 好 我今天试试 我是可不 Mis可不理自己的 。我感觉您说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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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到了 现在要开始了 我会在这边的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I'm looking for adventure And whatever comes up with you Yeah I'm not going to end it all in mind I follow you on the deep I got a seamless sway 好,我先来讲一下我们周三看完的那个电影,海王,海王,他不是生了孩子吗,所以他就没有办法顾, 就是顾不及嘛,两个一个海里面的海王,当海王那个身份,另外当爸爸这个身份,之后呢,他那个黑浮喷还是什么呢,就是manta,black manta,就是他,他当然不是没死吗,所以他打算找那个海王报仇,所以最后他找到了一个,就算被诅咒了一个三叉戟吧, 在冰封里面,海底里面,找到了一个被诅咒的三叉戟之后,他拿上了之后,他就被邪恶的力量吞噬了,所以他就变得无比的强大,最后,海王去找他的哥哥,就是找他的那个兄弟,之后他们俩一起来对抗那个,那个black manta, 对,就是差不多这个故事,我认为他这个电影怎么样,首先,海王二是慕容之一,就是不是难看,但是呢,也不算是超级的好看,我个人认为,肯定不及海王一,海王一还是经典中的经典,在他的打斗方面,特效上面, 故情,情节上面,我感觉海王一都是比海王二要好,首先海王二呢,他的特效就是做的没有特别的多,在亚特兰蒂斯,他那个做的那个特效不是特别多,所以就不会让观众就是感觉到非常震撼的一点, 因为海王一震撼点就是在他的亚特兰蒂斯上,特效,最后呢,在打斗上面,我感觉很敷衍,就是导演拍的很敷衍,就是打斗有那么两次,两三次吧,应该三次打斗,最后前两次打的还好,就很快就结束了,最后一次呢,也就是故事的结尾,感觉,我认为啊,感觉他这个导演, 就想赶紧把这个电影结束,所以,最后那个情节就非常的快,就感觉海王把那个事情非常简单的就处理掉了,然后感觉很简单,就感觉这个角色没有任何的困难,去达到一个,一个境界,就是去解决他那个困难,就是感觉非常的简单,最后我是认为,最后呢,Black Manta, 就是他,他就感觉,哦,就是因为那个海王杀了他父亲啊,他就感觉要会,毁灭天地了,似的,就是,是,他确实是被诅咒了,但是他,就是感觉他的动静太大了, 而这个打到呢,我感觉剧情的话呢,就是,不是特别的那种歪,就是很,还是合情合理吧,算是,就是跟他哥哥联盟啊,跟他兄弟联盟啊, 然后打黑门吧,这,这都很,很正常,就是我感觉这个电影也不是特别差,然后,要我评分的话呢,我评,我看完当时是评9点,9点1, 但是我现在可能会低,低几分,低,呃,低到8点,7,或者是8点6,对,8点6,对,我对这个电影的评分, 我对电影的评分,到9的时候才算是非常的满意,行,那就是这个,就是,台湾2了,如果大家喜欢,可以去看一眼,呃,也不算特别难看,就是说,可以看, 然后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看3D,3D的,3D的效果可能是更好一点,我们没有看3D,所以有点可惜,行,那我们就,下次再见吧,拜拜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